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老姐姐家是三代单传的 太后娘娘 看在老头跟随你多年人份上 请你法外施恩 救我外省一命吧 冯公公 奴才在 张大郎一案判下了吗 是的 今儿个三法司会审定了死罪 并与西市斩首 这案子判得到还真不慢 是 眼下因为胡椒苏木折缝 京城的官员怨声载道 张先生此举意在杀鸡涉猴 太后娘娘 这张继郑成心跟老奴过不去呀 他明知道张大郎是我的外甥 只要他手下稍稍留情 我外甥就不会死罪呀 放肆 奴才该死 奴才该死 除了张大郎 你还有什么亲人了 没有了 远亲呢 比如说表亲什么的 我还有一个远方的侄儿 既然张大郎已经死了 就让你的侄儿进京 臣记张大郎的职务 邱公公 太后此举实属不业 还不赶快谢恩呢 老奴谢恩 张继郑这一招是敲山正的 没想到吴清博出面 都未能挽回局面 哎呀 关键是李太后站在她那一边 看来从今以后 我们要小心从事了 也不见得 李太后也不完全站在她这一边 要不然 为何会选用吕条杨出任私服 表面上是李太后的旨意 实际上那是张继郑的巧妙安排 吕条杨为人老实啊 对她构不成威胁啊 这倒也是 她这一走啊 空出来的礼部尚书一职 不知道 由谁来接替啊 哎 反正是 轮不上我喽 崇姑母 找我什么事啊 哎 这个张继郑 我这辈子跟她使不量力 哎 我那个晚上啊 已经命归九全了 再留着那个玉娘 没什么意义了 这晚上啊 派个人到医醉楼 这 行吗 她不人 我就不义 我说这要做得干净利索 绝不能留一点猪丝麻痹 邱姑母 放心 我这就着人去办 老爷 老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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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姑娘 我怎么受用得起呀 大爷 这么好久才来 大爷 想死你了 你拿着这银子 在屋里好生待着 只要不出这门便可 大爷放心 小的遵命啊 快搞定了 苦手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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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笨蛋 苏州府知书报告 苏州府至西南太湖之宾 有一座山突然自己移动 初开始缓慢移动 渐渐变快 望太湖而去 好像要下湖 一村民正好路过 见此情景大声击呼曰 此山要走下湖也 闻者皆愕然而呼 山随呼济止 已离旧址一百多丈矣 山还会跑 真有气 江西府院来闸 南昌府城隍庙殿下亭中生三块石头 初出地石只有四五寸 过几日便已长了一尺多 以后日日渐长 大约不过十日已长了三四尺 其出生时无人觉知是石 偶一人见了说此处想生出山来 石头听了此话 岁不复生长 石头又不是草 怎么能长呢 方才冯公公所念的底报 皇上有何看法 这个 大半 你说 荒诞不惊 山会跑 石头还会长个 怎么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事啊 皇上问得好 诺大一个国家 每天发生或流传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 原不作为怪 但奇怪的是 这些荒诞不惊稀奇古怪的事情 居然堂而皇之地勘载在通正寺的底报之上 那么通正寺的底报应该勘载些什么 皇上的这个问题 还是烦请冯公公来回答吧 万岁爷 底报的内容应该是各地陈官的职守总会 各省部府案三台 各府周县官 还有九边总督 和官 曹官 阎官 他们每天都在干什么 只要一看底报 便知道天下的励志的情况 冯公公把底报作用讲得透彻 臣今日特意圈出这两个条臣给皇上看 乃是为了引起皇上的警惕 我大明朝的这些封疆大利福库之臣 现在都在干什么 国库空虚 官员贪末 和曹师修 官乎朝廷命运国际民生的大事 没人认真去做 反而弄这些异端邪说 层层上报 岂不昏庸至极 说得好 说下去 谢太后 臣在官场戴罪二十多年 眼见世幻风起江河日下 正因为如此 童政司的底报 才会出现如此怪诞的条臣 把上这两个条臣的官员通通彻职 这类条臣的事绝非个案 是官场普遍推风 若不正本清源波乱反正 今天处罚一个宫官 明天还会有十个百个宫官 水行旧路 用各种乱七八糟的条臣奏章 误导皇上 这条臣奏章是男人的 不正当初的乱七八糟 像我今晚就好 我队名人的乱七八糟 我一带去访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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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带去访络 也两带去访络 那带去访络 也带去访络 他一带去访络 我一带去访络 那带去访络 刷新励志 刷新励志的第一步 就是实行经查 经查 张举正整齿励志的方法 是实行考成法 所有官员的工作绩效 都用详尽的指标进行量化 并记录在案 一年一平 依据平义决定官员的生畜去留 考成法的推行 使万历初年的励志 焕然一新 而推行考成法的第一步 就是实行经查 为何只限于经查 各处的地方官员 也应该考核才是 这可使不得 地方官负有牧民之责 若同时进行考查 势必引起混乱 导致周见不宁 两清衙门 并不直接面对百姓万民 考察起来就没有这层麻烦 何况风气是自上而下 只要把经官的问题解决好了 地方官行贿无门 进缠无路 励志就会有一个好的开端 好 张先生 你今儿个回去 立即替皇上起草经查的招令 大人请 想必你就是香兰女士 您就是胡大人吧 在下就是胡子稿 听说您是南京工部主事 怎么跑到京城来了 到京城工部办点宫室 能来我这玲瓏阁的人呐 公子王孙王公大臣 自然不在少数 您这六品官 不过比芝麻官大一点嘛 我知道香兰女士眼睛精神 与你排队的人都排到了一个多月一份 但我胡某终于还是有本事插队 紧了进来 你 凭什么呀 凭什么 凭的是钱 承言道 有钱能使鬼推磨 岂止是鬼 只要你有钱 就连王公大臣公子王孙 就连玉皇大帝太上老君 他们也会来帮你推磨 胡大人有多少钱呢 这是几节手势 作为和女士的见面礼 往下呢 这些可全都是上等的翡翠 在下想 女士的楼号叫玲珑阁 因此选了几件玲珑翠衣 这里还有一千辆银票 算是给你的吃分钱 胡大人如此破费 那今天晚上 小女子可要好好陪一陪你了 不 在下不要你陪我 而是要你陪我的一个朋友 陪您的一个朋友 哪儿的朋友啊 我这个朋友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叫什么来着 姓徐 叫徐绝 您可真逗 来我这儿的人都是只顾着自个儿销魂 哪有您这样的呀 八心八肝地进了我玲珑阁 却是搬着那位徐老爷 跑龙套来的 香蓝女士 你真的以为在下就真的没有怜香细玉之心吗 你错了 从进了你的门 我的心就像掉了魂似的 那为何你要将我让给别人 在下说过 这位徐老爷可不是等闲之辈 究竟是何人呢 你知道冯公公吗 当然知道了 就是当今大内司礼 奸长印太监 东厂提督冯宝 胡大人 你说的是 今天晚上那位冯公公要来这儿 不是她 是她的管家徐绝 这照了半天哪 您说的那位徐老爷 不过是龙尾巴上的一只小虾子罢了 书大 书大 看这面色红人一定有什么喜事啊 你猜猜 哪有那闲工夫 快说吧 书大 绑架玉娘的元凶 被我捉拿归案了 怎么样 问出什么结果了吗 这恰我嘴死硬 任你怎么审他就是不说 他人在哪儿 居丫在新国大牢 走 带我看看去吧 徐老爷 多谢您肯赏脸 肯到奴家这里来 听胡大人讲 柳姑娘的花酒 都排到一个月以后了 多谢众位老爷扶持 其实 奴家徒有虚名罢了 这句话听了受用 是 在京城 干你们这行的我见得多了 刚一入道的时候 给个烂泥吃就满足了 全当是解渴 一旦走红了 就端起膀子 自称是什么圣贤了 你们这种女人哪 徐老爷 您看 要不要把酒摆上 柳姑娘 我和胡大人到楼上谈点事 待一会儿 再来喝你的花酒 徐总管 你的怜香惜玉的方式 好像和别人不一样 女人越觉得自己了不起 你也得坐进她 我 说服大人在此 还不赶紧下跪 你绑架民女是受何人之事 你若共出真相 我可以保你不死 你怎么不说话 哑巴了吗 得了 他愿受牢狱之苦 就让他待这儿吧 我相信总有一天 他会支撑不住的 我去做法 徐老爷 这是一张三千两盆银票 送给徐老爷喝点茶水 不成敬意 胡大人 你把我看上什么人了 这钱 我不能要 我把徐约当成是 神交已久的朋友 既是朋友 又何必分彼此呢 这 徐老爷 你千万别推辞 你要再推辞 就是不肯认下官这个朋友了 好吧 恭敬不如从命 胡大人 你想见我家老爷 究竟有何目的呀 我们既然成了朋友 我也就直说了吧 我想某个位置 好 我来安排一下 那你来拜见我家老爷 多谢老兄帮忙 闲话说了半天嘴都渴了 柳姑娘呢 陪我们喝花酒啊 好 姑娘 两位老爷在客厅里 请你过去喝酒 那个姓徐的 我见了就烦 事情办得怎么样 那个玉娘她不见了 为什么 就连那个绑匪她也失踪了 坏了坏了 要出大事 此人落在赵姨柔手上 那是凶多吉少 你亲自出马 千方百计打听到绑匪的下落 顺便再到一岁楼去一趟 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 是 是 是 老爷 南京工部主使胡思考求见 南京工部主使 不见 老爷 您还是见见他吧 一个六品官 你见不就得了 这 怎么了 老爷 想到冒昧的建议 这个胡思考 您应该屈尊见一见他 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老爷 想在老家盖座庙 准备捐三万两银子 他可是带银票来的 啊 下去 好 银票呢 小的替您收下来 他要见我有什么事啊 还不是想挪挪位置 往哪儿挪啊 这个 小的没问 他人呢 在外边等着呢 背着胡子稿 叩见冯老公公 不 胡大人 咱大明王朝的规矩 你应该知道 外庭官员 不得向内庭太监 行叩头大礼 你如此给咱行礼 就不怕外人笑话呀 这 儿子给爹磕头 有谁敢笑话 你怎么如此比喻啊 公公 这论年龄 你正好可以当我的亲爹 只是 卑职浮浅 没有像公公您 这样的爹啊 起来吧 谢公公 胡大人 在 这次上京城有何公干呢 这是 南京公部所辖照船场 要核查落实经验的船驾营 所以卑职前来北京户部 讨个实信 这还是小事 主要是卑职想来北京 拜见冯老公公 我脸上也没长花 有什么可看的 公公 卑职斗蛋给您提个意见 有何意见 说 公公 卑职只是个无能的下属 公公这一口一声的胡大人 让卑职觉得羞愧难当 无地自容 公公再这么叫 卑职就只好在这儿 一头碰死了 你这个短舌头 往后向人胡子稿好好学学 是的 小的也弄不清楚 胡主事的两片嘴唇 像在蜂蜜罐里泡出来的 胡子稿 卑职在 你来见咱还有何事啊 公公 卑职想 想 想 你们这些近视出身的人 总脱不了那一个字 酸 八心八肝想得到的东西 总是压压呜呜的 上不了嘴 公公鼓励 卑职就明说了 卑职想 往上升升 挪挪位置 好啊 想升个什么官 说说看 听说 两怀岩韵史史元阳 四年任期已满 如果卑职能够接任这个位 两怀岩韵史 朝中的第一肥犬 还是个四品衙门 你胡自搞 真敢想啊 不是敢想 只是卑职觉得 两怀岩韵史这个位置 一定得是公公的人 坐上去才对啊 如果卑职能够接任 那就肯定会听从冯公公的调遣 一定像儿子听爹的一样 行了 这事咱知道了 你先回吧 谢公公 冯公公 冯公公 太后李娘娘差小的来跟您打声招呼 明儿下午 皇上宣您和六部医院所属大臣 在黄极殿相见 知道了 朕以诱冲 四季皇位 素叶荆荆 若临深渊 所奈文武群臣同心协力 共创万利心正 乃自今岁以来 世袭轻浮 官场朽坏 敌老臣连结为无用 为禅宁钻管为有才 爱物恒生 恩仇交错 思为机智于不振 久得何有而享誉 朕出城大统 始至清除弊端 整齿立志 殊不云呼 无偏无党 王道荡荡 无党无偏 王道平平 朕鉴于驻臣 从今以后 须得奉公安民客进职守 自此旨下达之日 两经文武成功 一律实行经查 闲者就位 拥者去职 钦此 警官 Copy 赶紧 签 赶紧 不说会 船 pping 谭壮大人 乐公 你怎么磨磨蹭蹭 到现在才来 总得挨到天黑才好走路嘛 这一路上没碰到熟人吧 怕没有 张居正已经说服皇上了 对所有的官员实行警察 你们居然还敢在这儿 熏风阁请客 就不怕别人说闲话 怕 怕什么 我是吃自个儿的积蓄 不碍着谁 来 坐坐坐 坐下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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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丰盛的一桌酒席 就咱们几个吃 还能请谁呀 要不叫小二叫几个歌女 给我们唱曲儿煮酒 算了吧 你们今儿个请我肯定是有事 眼下谁还有心思吃花酒 这就对了 那个杨博接任吏部尚书 有何盖宣耕章之处啊 你哪里呢 吕条杨调任赐府之后 有什么新的举措 他你还不清楚 吕条杨是我们俩的童年 他的缸里能装几成米 你还不清楚啊 有道是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单膝祸福啊 你说说 要不是高拱去职 你早就是礼部尚书了 这礼部尚书也非我莫书 可现在的啊 张居正把六部尚书 砍掉了一大半 我们俩化为高拱的私党 坐上了龙板凳 难怪啊 人家说张居正重用私党 我看此言不许 二位 我现在最担心的 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请生 而是通过这次经查 二位 还能不能保住你们的官职 这个是最重要的 听了没有 对呀 经查就是张居正 真正险恶过人之处 他是想利用警察 将我等一并掺除 没错 谁啊 机尾业 干嘛呢 干嘛呢 看什么呢 这地儿是你们来的吗 出去 这是你来的地儿吗 出去 我叫是护笋 这是我儿子 叫胡孙兹 老爷好 我们燕亮看那几位老爷在那 喝满酒 闷了黄 尽特来标愿鸡头炸刷 给老爷们遭个乐子 去去去 谁让你们进来的 早就严明了 这三个我以上是禁的 老子我出了个身 你们就进来了 去 你瞧你这豆腐架子 你连根从都挖不动 还想车到我这可说 车 车呀 孙叔 我看他你有多打了劲 是 好 你们不走是吧 不走 我去捞鸭喊 等等 你会些什么杂耍呀 回老爷老话 销得最难受的是巴西 种瓜的瓜是种豆的豆头 你是如何地表演呐 老爷如果有兴趣观看的话 我就在这儿种上一瓜 行了 行了 我们这儿谈正事呢 没时间听你胡扯啊 出去 既然如此 今儿个本大人还就想看一看 你是怎么种出光来的 得看完这杂耍 咱们再说话也不迟 好 你说呢 来吧来吧 来吧 秦老爷 诺鬼步上千一看 这漏班可是实行的 啥都没用啊 我看到了 别卖关子了 快种 店家 让你板个棒 把我踢上一通睡来 秦闻大人 想吃什么瓜呀 想吃什么瓜 你能种什么瓜呀 能种瓜可就太多了 什么东瓜 南瓜 大西瓜 尽管我管的小香瓜 令南海边的博乐瓜 还有吴斯障那边的哈密瓜 咱都能种出来 行了 别吹了 快种吧 好嘞 秦老爷国母 这是一颗香瓜子 你少绕弯子了 快种吧 下的遵命 有时的人 我现在你吃的 解决了 你吃的 不要愿意 aan 老爷 你自己的 要去 去 你自己的 一扇 能力 你自己的 那些 你自己的 行 碰碎 请点 一颗好寡样 张在了喷中阳 再嚼一碰碎 求得快快张 神了 他娘的 神了吗 请老爷唱个弦吧 好吃吗老爷 有点意思 香 你这个是什么法术啊 这招是神东士 穿给我落租中的 是在详窜道校科 别吹了 我知道 你这个就是幻术 你是靠这个走江湖混饭吃的 是不是 既然这话 让老爷给颠传了 小弟也得撑上了 这的确是幻术 好了好了好了 晓儿 带胡孙父子俩到下边迎上去吧 好 你还磨蹭个啥 好 请问几位大爷 谁是魏廷山大人呢 嗯 在下正是 你究竟是什么人 我是受人之托 专门给魏大人送信的 你是如何得到这封信的 这个 你不便多虑 这几位都是高公大人的心腹 既是这样 小的就说了 小的一高个老是同乡 是高福 把这封信送到你手上的 是嘞 旗官见字如武 老夫自京城回忌 一路颠簸 押解军事很如虎狼 许多狼狈不必细说 为日前狄家 见顾园秋山老树苍林 心下少安 经有一事特来心相告 老夫离京时 张居正赶到京难以相送 临别前交给我四张纸 三张是李延以高福名义 为老夫置办的田地契约 另一张兼纸所述 结尾李延给京城当时衙门官员 行绘制记录 张居正府登首府 急于张一己之威 设若他以此记录为本 行剑出一己之术 京城各大衙门 岂不仁去罗空 往你接信后 速于同道商量 及早黄备已应不测 你到京城几天了 已经三天了 高福嘱咐我说 京城形势复杂 这封信 不要直接送到魏大人府上 更不要去丽布衙门去找你 这下可苦了我了 钻有了几天 还是没有找到投信的办法 谢天谢地 你终于今天晚上 在这训风阁聊此猜事了 你在家乡见过高阁老了吗 他的身体怎么样 没见着 高阁老回到故居 整天关门庇护逐步出户 在他的院子附近 总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游荡 乡亲们说 那是官府派的密探 高阁老虽然贤助村野 皇上对他仍不放心哪 此地不便久留 壮士还是快走为事 是 小的也举例大人了 告别了 这位 这位 看了高总大人的来信 有什么见解啊 李报上曾经刊载 李延在恒山上吊自尽 我一直在怀疑 他是被人干掉的 他是怎么死的 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他向京城许多官员行贿的证据 落到了张居正的手 而现在呢 又遇到了京城 事情到了这一步 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你们都说说 你们到底拿了李延 多少银子吧 你猜一猜 怎么着也得有这么多吧 这是多少 五千两 不对 这么多 这又是多少了 一万两 也不对 怎么 两万 还是不对 三万两 老魏啊 你究竟拿了多少银子 实话告诉你吧 这个数 这是多少 零 零 你说这话连鬼都不信 李延来京城行贿 除了高歌老 头一个的 想到的就是你 他怎么想是他的事情 我反正一个统签 也没有拿他的 你们想干什么 不干什么 我大爷想让您去种这瓜 我不会 不会 刚才在熏风阁三楼 那只瓜是谁种的 你们是谁啊 我们是谁 你到了地头就知道了 哪个地头啊 那是谁 张局正不仁 咱们就不义 大不了拼个鱼死网破 目前的情况 我觉得 你们应该说服 六颗狼那些个严官 可以让那个 那个洛尊挑头 上做皇上 将警察的权力 交给杜察院和吏部 好 太好了 小二 来了 几位老爷有何吩咐 刚才刚知的小二呢 他有点事走了 他到哪去了 不知道 那两个杂耍的人呢 那种瓜的爷儿俩 从这出去以后 一上街就被人给扭住了 你走吧 看来 我们被人家盯上了 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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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名字 和孙 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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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廷山的轿子 从他家一直跟到寻风阁 究竟有何目的 没有的事 这么魏大人了 真大人了 消他统统不认识 你鬼鬼祟祟跟着魏廷山做善 这位大人 那你说的话 消得实在是停不通啊 看来这只精猴子 是敬酒 不吃吃罚酒了 来人 在 且把他俩带下去 仔细地盘问 是 去 去 什么呀 别神天拿劲来 去 上 快跑 喊狗 撤 娘的 老子怎么一直不会放过你 是 徐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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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孙父子跑拉 你们这些饭桶 连两个人都管不住 这两个人物功了不得 呸 我能费 我能费 什么是经查呀 他经查的目的 那就是为了排除异己 张俊正实施经查的目的 就是要裁太冗官 裁多少 好 现在 两京所有的官员 是两万七千名 他要裁掉七千名啊 我的天 是 天哪 他也真敢想 冗官 什么叫冗官 他的标准是什么 他倒是提到了极点 一是贪官 二是轰官 三是懒官 四是雍官 这几顶帽子扣下来 两京的官员 十有八九 都得卷扑卷走人哪 真要治这几种人 我举双手拥护 怕就怕张俊正 挂羊头卖狗肉 借此之名 排除异己 提携同党 绝不能让张俊正的阴谋得逞 我们去找杨伯 满朝文武能说公道话 只有杨伯和左都御使 葛首里两位大人 为防止张俊正 借荆察排斥异己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 将荆察改为由 吏部和督察院主持 老爷 立刻几时钟 骆尊和众元官求见 这咋听到的 不去六颗郎点矛 跑来见我坐着 他们已经来过三次了 他们说 只跟老爷说几句话 好了好了 请吧 是 各位大人请 各位大人请 好 参见伯老 参见伯老 好了 起来吧 大青岛都有什么急事 伯老 晚上是来向您求救的 求救 你们怎么了 伯老 前几天历朝 我们这些六颗郎的同僚 听圣旨说 就要举行经查了 回崖来我们大家伙一商议 都觉得这回我们再劫难逃 我们这些科尘 全都是敲了登文鼓的 他冯保 恨不能把我们一个个 都生存活泼了不行 你们说经查 撤上冯保干什么 可谁都知道 首府大人跟冯保 早就达成默契了呀 你们听到什么风声了 外头都在传 首府要把高高老的 顾咎门声一网打尽呢